大家好我是蜜尿科的張恩城醫師 所謂小孩放到大鬼街 老人放到地獄的 攝護線的問題男生多多灑灑都會遇到 那一開始的症狀可能是 力不從輕尿尿很小 甚至會滴滴答答 或者是等很久都尿不出來 更嚴重的就是尿不出來 膀胱滿臟要去跑計程室 男人只要活得夠久 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根據以前的統計 60歲的時候大概有一半的人 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80歲的話甚至到九成的人 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如果有這些問題的話 不要害羞你不孤單 早點來找醫師來做諮詢討論 根據藥物的治療 大部分的攝護線的症狀 都會得到很大的改善 那如果攝護線太嚴重 太大 或者是症狀太嚴重的話 那有可能需要手術的治療 才能夠幫忙 現在的手術已經不像是以前一樣 那需要大刀破斧 要把肚子打開 攝護線挖掉 現在只要從尿道進去 把都出來的攝護線刮除 就可以了 那現在最近幾年 擁有更先進的雷射手術 可以用雷射把攝護線 直接氣化掉 對於手術的出血量 還有手術的恢復 都可以很大的改善 手術之後 只要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 所以有這方面的問題的朋友 不要害羞 你不孤單 很多人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盡早來找 沒有可疑師做討論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